官宣,恒大租保利尼奥一年冲八连贯,巴萨惨被外媒打脸,为何卖他?文刘摇摇如果说恒大今夏租借塔利斯卡的第一笔交易还有些不温不火,那么中超期冠王的第二笔交易,堪称石破天惊,今日凌晨,恒大官宣租借保利尼奥一年,后者近期将非赴广州报道,与球队一起争夺中超八连贯,巴西刚在世界杯出局。 世界体育报刚爆出猛妙,恒大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足以改变球队,本赛季走向的大手笔操作,魄力可见一斑,本季中超,未免冠军十一战五胜三平三负鸡十八分进列第五,落后领头阳上海上涨五分,这在球队征战中超以来是前所未有的。 巴西佳印在全华班梦想遭到当头棒喝后动了雷霆之怒,外援全换,国内球员除U23之外没有被卖品,要在短时间内重整旗鼓。 恒大的首要选择是对球队之分之底的救人。 在恒大17随对二夺中超一次问鼎压惯,刚刚在巴萨度过一个完美赛季,以主力身份随巴西征战世界杯的保利尼奥,当然是首选。 恒大表示保利尼奥是主动寻求加盟的,巴西人其实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在巴萨,保利尼奥就像坐了一趟过山车,他在加盟之处是个打酱油的,抓住机会出场后迅速展示了自己的B2D威力,其防守覆盖面积大,拼抢拦截积极,后插上果断等特点,让他迅速在球队站稳脚跟,已就球成为队内第三射手。 但在连赛后半段,保利尼奥因为疲劳和伤病,已逐渐淡出主力阵容,他的踢法硬桥硬马,小技术不够细腻,传控水平一般,与巴萨的整体技战术风格是不相容的。 如果保利尼奥选择留守,很可能在下赛季沦为替补,这是心高气傲的他不愿看到的。 2017年至今,保利尼奥在一年半时间内代表恒大、巴萨和国家队整整踢了96场比赛,铁人属性显露无遗,虽然巴西后腰已累到不行,但回中超约菜还是妥妥的,他的王者回归,不仅将冲击中超的现有格局,更让志在巴连贯的恒大吃了一颗定心丸,选择放弃保利尼奥的巴萨也遭到质疑, 因为恒大的租借合同中有买断条款,难道巴西人与红蓝军团缘分已尽? 马卡豹就质疑了巴萨的决定,花自千万欧元买了一个来自中超的巴西国脚,他才踢了一个梦幻般的赛季,现在却被卖掉了,有人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当然,没有保利尼奥的巴萨实力有存,失去保利尼奥的恒大,则在本季踢出了史上最烂的开局, 暴力鸟的回归,能否成为激活恒大的X因素,帮助未免冠军后来居上,实现中超巴连贯的愿景,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